全球最大自贸区诞生 中国企业如何搭上这趟顺风车 现在就应该开始推动产业合作 这个打造好我们的区域优势复部的产业链 橡胶投资能否提升东南亚森林生态效益 在橡胶产业上能够带给沙巴的森林永续性管理 带给它最大的好处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经历了八年的长跑 覆盖中国和东盟十国在内的十五国家 占据全球GDP总量约三分之一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SIB终于是在2020年10月15日正式达成 RSIB的新属会给在东南亚深根细作多年的 中国企业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机会 天然橡胶是兼具农产品工业品等 多重属性的重要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 中国和东盟国家也已经成为天然橡胶消费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 根据热带农业对外合作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 亚太地区天然橡胶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约91%左右 其中主要的产交国为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中国橡胶企业投资东南亚以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 与东南亚当地的自然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资源有效后部 推升了当地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而科学有序的开发为当地带来了可持续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也为后疫情时代下的旅游业逐步恢复发展 提供了稳定的支持 这条路就是我们合作股东方案 在拉木的时候开的 原来是一个延伸森林区域 然后它就给他们经营 这个经营的钱是99.9年 这一片方圆壳过去看到的都是我们种植的橡胶林 它总面值是2400 我们种植橡胶林区域是1200多公平 就是因为它有些地方是没办法种的嘛 国内的生产种植橡胶的这个土地面值还是有限的 特别是在国内也碰到一些困难的 所以这座子团决定也想用国家的号召 就到海外来发展 特别是种植橡胶这一块 2020年11月15日 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 以视频方式举行 会议上 亚太15个国家的领导人 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 成员结构多元化 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就此诞生 我认为我们更多愿意选拥要给亚太多 我认为我们欣赖印尼人 进入RCEP 但是当然我们因此拧承 他们需要拥有问题 对于公司的人 但是跟印度的召集 我们会看到更多 比较的 比较为15个人的装备 我相信AZIP不仅对于15个成员国的经济增长 不仅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 都会产生积极的现实的和重大的战略力 而且对事业经济的增长 也能起到一个当前的中楼抵触的作用 和今后的重大的贡献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致力于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促进区域间货物 服务贸易及投资的自由化 因此各成员国的技术 农业和自然资源等优势 也将更有效地联系起来 那么包括中国企业现在去的东盟还多了 2020年前三季度 中国企业的东盟投资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6.6% 这是个不低的增长速度 也认为说在今后几年尤其在阿塞浦的刺激下 中国企业回到东盟企业投资更多 对于双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产业合作 这是可以说的当务实际上 在一定程度上现在我们不要简简单单地等各国去完成它国内的程序 现在就应该开始推动产业合作 通过产业合作 这个打造好我们的区域的优势互部的产业链 就产业合作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方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的信息显示 中国天然橡胶产业自给率仅为15%左右 高度依赖进口 根据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的数据 2020年1到10月 中国累计进口天然橡胶超过450万吨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8.7万吨 随着中国天然橡胶消费量逐年快速上升 RCEP协定的正式签署 将进一步促进天然橡胶产业以贸易往来为纽带 将中国的资金和技术 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丰富的天然橡胶资源相结合 形成产业互补 企业所扮演的主要的就是一个实施项目的一个角色 之所以称为第三世界国家 就是因为它整体的资金实力 技术实力和实施能力相对比较弱 那它就需要去找像中国这样的 具备这些能力的这样的企业 来帮助它做这些项目 我们是一个森林管理的公司 我们对橡胶是一窍不通的 所以我们必须找一个 能够在橡胶里面有它的技术 有它的市场 有它的资金 而且它是一个国营公司 这个才是我们所要找的对象 大家达成的共识 就是百分之五十五十 这个股份就合作成一个公司 他们这边就主要是负责当地的一些关系 然后中方的就要就是提供云源管理 就包括种植技术 中国企业与当地牧业公司 合作经营的橡胶园 位于耕地咬乌梅莲森林保护区 总面积为1.2万公顷 然而项目并非一开始期待的那样顺利 橡胶林的开垦 引发了当地人极大的不满 对 因为当我们一起开垦的时候 就跟起这些乡村居民 就在争夺土地的资源上 就发生很大的冲突 而且他们不会看到我们所要做的 带给他们最大的福利是什么 影响是什么 他们也看不到 RCEP正式签署 将给橡胶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 产生生远的影响 虽然中国本土天然橡胶产业 会在短期内受到一定冲击 但就中长期来看 随着中国天然橡胶关税逐渐下降为零 至次价高的混合胶将会逐渐失去进口价值 这对已经在海外投资天然橡胶产业的企业来说 是重大利好 而产业景气回升 对熟练技术工种的需求也必然会上升 你看现在我们这棵胶树 它上面的就是双树是比较严重的 你看它拖起来有流 调整后它现在割面是非常平整 这个割胶技术是符合我们要求 双树少 树面平整 而且那个斜度也好 所以说割胶技术是对产量影响是比较大的 一直以来为了保护当地用工市场 马来西亚政府鼓励各类公司培训和使用本地员工 限制使用外国劳工 因此帮助当地胶农提升割胶技术 对化解投资者与当地民众之间的矛盾也非常重要 马来西亚橡胶种植总面积为107.29万公顷 天然橡胶行业从业人员约有30万人 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遭到技术纯熟的割胶工人并不容易 我们的割胶工在上岗之前 我们必须要培训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培训合格后我们才给它上岗 现在我们公司的割胶工 现在目前的话有330个 马来西亚本地的就有320个 我们在去运车的割胶工 我们在运车的割胶工 我们在里面上前的割胶工 我们在这里有空的割胶工 我们在里面上 我们在里面上 我们在里面上的割胶工 我们在里面上去工作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在报纸上说 这个贺银公司主要是让有钱人来剥削我们本地人的 结果当我们的交员开始成熟 也开始招入很多交工进来各家的时候 我们一个最高的记录是 其中一个交工他的最高收入达到7000块钱 而他太太也达到3000块钱 所以这个家庭的收入达到1万块钱的时候 这个事实就是让我们来反驳这些非政府组织 就是说贺银公司不是用来剥削本地人的 贺银公司是用来照顾本地人的 自2010年以来 外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额一直在90亿至120亿美元之间浮动 马来西亚成为外国直接投资接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橡胶产业对马来西亚举足轻重 数据显示在2019年 橡胶行业对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值达到0.2% 随着中国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 对橡胶的需求也日益扩大 促使中国企业长期稳定地对橡胶产业进行投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 推动中国的轮胎制造业快速增长 成为世界上轮胎产量最大的国家 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的数据 2019年中国汽车轮胎总产量达到6.52一条 随着中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下 出台一系列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 对橡胶材料的需求将快速上升 天然橡胶进口量也将逐步走高 按照计划的就是如果这个隔胶产量达到8000吨左右的时候 就会建设加工厂来进行下有产品的加工 当地的中资橡胶企业也更加地注重对接当地的发展战略 与当地的橡胶加工厂创造协同效应 尤其在ASIP的刺激下 也特别需要我们做好产业合作 通过产业对接合作 来使得我们的企业更多地了解 对方国家的产业政策产业规划 能够更早地找准贸易投资的着力点 不至于闪并有远 工厂西方 但哪不走 我们自己原来种的所生产的这个产品 也就只能卖给当地政府的加工厂 也就是唯一有当地政府的加工厂 民营加工厂是没有的 16年因为是8月份才开始割 就那个产量就是600吨左右 加工的招收这些都有很大的振步了 2017年的产量就达到1900多吨 2017年马来西亚天然橡胶产量达74万吨 出口为119.4万吨 其中超过70%的天然橡胶出口到中国 虽然受疫情影响导致橡胶出口需求下降10% 2020年10月仍有58%的天然橡胶出口到中国 马来西亚政府已经通过向小种植户补贴用等激励措施来鼓励隔脚 同时橡胶手套需求持续增长 这些都推动马来西亚成为疫情期间产胶国的一匹黑马 有专家估计 马来西亚橡胶生产有可能实现6.5%的年增长 这个补贴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的 因为以前马来西亚是畜产橡胶的大国 所以在扶持这些我们叫小研究方面 政府一向来都会有补贴的 我们在扶持这些我们叫小研究方面 好素纯字是也我们与進入这次 哦諸凯怎么样 我们开始扶持事破壤从湖区在2016年 几百瓷 grandes 然后从年到年它增加到60-80 ton每个星期 本质的产品是给我们的最好的 如我所提到的颜色,颜色和 DRC 除了那些,他们有可能 能够优优独播我们 一个细节的细节 的细节 我说是有一个好适的 有一个投资者来到 但我们也更好 如果他们可以往下走 他们可以产生的 他们可以产生在这里 所以这会帮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现在他们这个 RCEP正式签署 不仅将改变世界轮胎产业格局 形成全球最大的轮胎共同体 对中国来说 还将降低天然橡胶 等进口商品的成本 有助于提高轮胎相关产业链的 长远竞争力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都会更好 因为我们的经济都会更好 当然我们刚才看到 RCEP正式签署 包括10亿阿西安国家 还有5亿其他 包括中国 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 是橡胶产业在马来西亚 长期投资的重要原因 为了进一步弥补 中国橡胶产量的缺口 中国企业在当地建立了 自己的天然橡胶加工厂 从种植到加工 再到贸易 全产业链的布局 让当地人感受到 中国企业扎根当地发展的决心 沙巴州是马来西亚乃至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 环境资源弥足珍贵 森林对于平衡全球生态系统 维护人类福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森林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 其森林总面积达22.21万平方公里 占马来西亚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 天然橡胶的规模化种植 虽然提高了当地人的经济收入 但也带来了不利的环境影响 中国企业在当地种植橡胶的同时 又该如何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两种组织有一个数据 那么大概在过去的25年中 整个全球的森林覆盖力 大概减少了3% 那么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 所以这个生态问题的重视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峻 由于森林资源具有生态的一个效益的发挥 所以说林产业贸易 它势必就要跟环境问题去挂钩 我们可能原来是一片原始林 那么它有很多的一些环境功能 很多一些物种在这片森林里面去生存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森林砍了 种植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人工林 或者一些农作物 那么这个实验的话 大大提高了这片土地的一个经济价值 但是相对而言 它的森林的一功能就也不存在了 那就是我们这个物种 它已经丧失了它的栖息地 但就沙巴州的具体情况而言 规模化种植天然橡胶 却具有着森林管理的职能 以前森林的那个因为奥尼诺 烧了三次的大火 所以很多森林都被破坏了 我们就在发愁了 如何地把它 因为永续性森林管理 你要把这块不能够生产性的土地 如何地变成一个生产性 而且要永续地生产 当初拿到这个快递拿来做森林管理端位的时候 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说必须要种毁树上去 而且橡胶树是树 所以基本上来讲说 我们只是种毁树上去 然后帮忙减少碳排放量 森林保留地呢 它一定要保留种树 因为其他的土地的规划 它有农业地 所以它也是一个策略性的 做出的决定 如何善用森林资源 保护自然遗产及生物多样性 对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森林可持续经营 就显得特别重要 同时森林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社会功能 像我们人类到森林里面去游气 去游玩 去森林旅游 那么在我们利用我们森林的同时 怎么能保证我们森林本身的一个可持续性 那么它强调的是一个三个利益的平衡 一个环境利益 一个经济利益 一个是社会利益 那么我们在基因我们森林资源的同时 要维持这种三种森林的这样一个效益的平衡 我们在于过去我们这十年的合作 过后我们把整个森林永续性管理的概念 把它体现出来 让大家都能够看到 这一个合作是一个模范 在橡胶产业上 能够带给沙巴的森林永续性管理 带给它最大的好处吗 所以我们所经营的带给大家 不单是双赢 是多方面的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完善的旅游政策 马来西亚旅游业是强势崛起 旅游人数和收入均节节攀升 2019年 马来西亚共接待国际游客 约2610万人次 旅游业的收入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5.2% 全国23.5%的就业岗位 是由旅游业提供的 旅游业因此也成为马来西亚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旅游业竞争力报告中 马来西亚的旅游竞争力 是在全球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9位 位居东盟国家第2位 随着RSAIP正式达成 成员国之间的人员流动会更加的便利 这将进一步的来促进旅游市场消费恢复活力 本集的国民之影 我们将呈现马来西亚旅游业的投资环境 并关注相关的鼓励政策和投资 注意事项 为疫情之后投资马来西亚旅游业 提出我们的建议 马来西亚临近马六甲海峡 拥有全球最古老的热带雨林 绵长的海岸线 以及风格各异的岛屿 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水平 在东南亚国家中位于前列 自2000年以来 马来西亚的实际GDP年增速平均为5.5% 人均收入年增长近6% 世界银行发布的 《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马来西亚的营商环境便利度 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 马来西亚现在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 我们是在全世界第26大的出口国 第28大的入口国 这是一个很大的贸易国 因此我们还是会研究以前的这种开放的政策 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 你可以看到马来西亚是 在东南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国家 我们应该是排名第二 如果中国企业家要来东南亚投资 马来西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我们的这个cost of doing business 做生意的那个成本也是比新加坡低 在东盟十国中 马来西亚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国家 这种情况下 除了灵状,我们的贸易国家增加了 涨幅3.5%从自成本到奥到生日 这种产生的和过程中 这种都是在背面的贸易国家中 与中国和中国的贸易国家 利用企业中的贸易国家 在贸易国家中的贸易国家是124万亿余的 所以马来西亚是中国的9个人贸易国家 我们还是继续要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者来马来西亚 我们一定会加强我们贸易的关系 其实中国公司在马来西亚投资 给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很多的利益 现在已经有了很多中国公司投资在马来西亚 我们是非常欢迎更多的投资者来马来西亚的 任何国家在做一些投资 因为我们需要国家投资 马来西亚自然旅游资源丰富 旅游业一直保持良好发展的态势 游客数量自2007年起 长期保持了东南亚第一的位置 当然中国是我们三大的 主要的游客的一个客业 我们除了因为新加坡 印尼 接下来这中国的游客 是我们柔后洲的第三大的游客的一个来源 自从广州的自飞开通每一间的航线 都达到85%的一个客流量 那柔后洲是一个世界上最后一块宝地 因为我们上面那个沿海 海岸线非常的长 我们有沙滩 我们有海岛 我们有大自然 我们有家庭主题乐园 我们有老跟少跟年跟幼的游客都适合的一个景点 所以非常的能够吸引对中国的朋友 亚洲第一间的那个热高 我们的海边沙滩 我们的潜水 我们的整个空气 非常的符合中国游客的需求 一直以来 马来西亚政府在政策上 对旅游业的优先度较高 并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旅游业发展模式 1975年 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第一步旅游发展规划 1992年出台了国家旅游政策研究 其内容包括旅游业的规划 开发和营销等广泛的政策 引人注目的是 这份国家旅游政策中 设立了发展旅游业的一系列经济 社会和政治目标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马来西亚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文化遗产旅游等新形态产品 并从1990年至2020年 先后确立了五个国家旅游年 大力开展国际旅游推广 大自然的一个气候 已经很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 号召力 加上我们有第二个家园的计划 就是有十年的免签 还有加上免税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天堂 相信对中国的朋友来说 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 我们的旅游业必须要有不断的转型 跟提升在服务领域的一个工作效力 让游客来了感到舒服的感觉 来了还要回返来旅游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更加努力 所做的一个工作 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鼓励外资的政策力度逐步加大 陆续推出了五大经济发展走廊 基本涵盖了西马半岛大部分区域 以及东马的两个州 凡投资该地区的公司 均可以申请五到十年免缴所得税 或五年内合格资本支出全额补贴 其中五大经济特区的重点鼓励投资行业 均包括旅游业 旅游业方面 我的预测中国的旅客到马来西亚来 会不断地增加 那么有这么大的客源到马来西亚来 那我们旅游的景点各方面 都还不能够满足中国旅客这个需求 所以中国的发展商来这里发展这个旅游业 我相信是会有很大的前途 因为他们才懂得 而比我们更懂得中国旅客要的是什么 所以他来这里发展旅游业 我相信是非常好 另外当然是我们马来西亚是非常重视这个旅游业 那当然我们不只是要欢迎中国的旅客 我们欢迎全世界的这个旅客 要这么大的大量的旅客涌进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这个旅游的基本设施做好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2020年马来西亚游客有所减少 为此马来西亚总理穆西丁宣布 拨款10亿林吉特推出旅游业融资项目 政府也对旅游企业实施了财政援助与补贴政策 推动旅游业在后疫情时代尽快恢复活力 此外 马来西亚旅游局还推出了旅游特别基金 根据项目的发展潜力提供贷款 帮助中小企业在疫情下持续发展 为了吸引更多外资直接投资当地旅游项目 包括酒店 医院 教育机构 房产等 马来西亚政府允许外资拥有100%所有权 并让外资企业聘请外籍人员来管理这些项目 而且针对比较偏远的地区提供幽默的税制奖励 其中 具体到旅游行业投资的奖励措施 包括针对4至5星级酒店 主题乐园 大学 医院 图书馆等10年激励税制政策 以及可以商讨的银行贷款和土地价格等 马来西亚政府 前朝政的话现在也好 一路来都非常亲善 因为较早我提过说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经济体 所以我们变成说需要跟所有的国家都做好朋友 所以基本上宏观上来说 我们就是一个很亲善的 很亲善的一个政府 我们这里的华人是占了百分之二十四左右 就差不多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华人 而且在这百分之二十四的华人里面 百分之九十五都能够跟你用华语来沟通的 那对中国人在这里投资的话觉得非常的方便 没有语文上的沟通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法律体系受英国影响很深 成文法与判立法在商业活动中都发挥作用 因此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 首先要注意法律环境问题 要严格遵守马来西亚各项法律规定 密切关注当地法律变动情况 此外 为了促进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马来西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与行政架构 其中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 投资者必须在提交投资方案时考虑到环境因素 进行投资环境评估 在生产过程中控制污染 尽量减少废物的排放 把预防污染作为生产的一部分 我们是要继续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者来马来西亚 不过我们基本上是有几个条件的 不要有对于这个环境污染到非常严重的那些企业 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地点在马来西亚 是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记录 可以适应不同的那些企业家来马来西亚投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 扩大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领域 推动着区域内农业产业链不断的延伸 合作加强 经济效益也将不断提升 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激烈交锋的今天 中国橡胶企走出去 再转化土地资源 提升当地技术水平和促进产业合作方面 都带来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经验 但中国企业投资海外时 仍需注意当地的生态保护 耕地征用和劳工标准等方面的挑战 好了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统一的检验检疫标准 将如何影响东南亚农产品出口 很多种子 互都非常开心 都有扩充的想法 协定成员国承诺降低化肥关税 将如何汇集农业企业 这样做的对环保 生肩这一块也是非常好 因为它的肥料几乎没有残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发现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